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防止狂暴的猪在街道上乱跑 开招运河 让城市保持清洁等等 从他的那些观照面来看 这就解决了一个民生问题 那么为了关注人民的生活呢 他要求政府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政府呢 要乐爱民众 要像爱自己那样 来爱自己统治下的民众 那么彼得拉克呢 试图全说统治者呢 与人民结盟 因为得到人民的爱戴 才能赢得城邦的安全 他以罗马为例 他说古代有个人叫凯撒 他的权利和财富 并不能保护他不畏 众人正恶 原因在于正恶是毁灭之源 因为爱就是毁灭在对立面 他说 罗马皇帝啊 之所以权力那么大 财富那么多 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恨他 因为他不爱人民 人民也恨他 所以只有用爱 才能保证住一种根本性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呢 彼得拉克还提出了 公爱和私爱应该加于区别的看法 他说 仁爱呢 不只是统治者私人品德的问题 因为还有公爱和私爱之分 私爱爱的是自己 公爱爱的是大家 关键在于如果希望被人爱 那就要首先需要去爱人 意思是说呢 你作为一个统治者 你应该先把那个爱付出 并且呢 不是把爱视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游戏 用这个标准呢 就可以区分两种统治者 一种是深受国民爱戴的国家的父亲 好的统治者 另一种呢 就是国家和信仰的敌人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 公爱在很大程度上说是要超过时爱的 因为一个父亲很容易爱自己的子女 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 因为公民的人数要远远比一个统治者 自己的子女的人数多得多 作为一个统治者 他应该是公民为自己的子女 他应该把公民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要像爱自己的身体 灵魂那样来爱自己的人民 因为一个总是令人愉快的 公正的 乐于助人的 总是以朋友身份出现的人 谁又能够不爱他呢 那么人民也会对这样的人进行回报的 那么这种回报呢 就给了国家一种安全 他说优秀的统治者 习惯性的要给国民们 争予国民们礼物 那么在公民中间 自然就会发展出一笔巨大的善意的储备 他能够为一个持久的政府 提供有利的客观的基础 所以公爱和实爱这个区分呢 是从比特拉克开始的 比特拉克又提出第二个看法 他那么美德 所谓的美德不是一句空话 最重要的是解决穷人的吃饭问题 他认为解决穷人的吃饭问题 才是真正的美德 比特拉克引用古代罗马一个人的话 说呢 因为没有人比一个鸡肠鹿鹿的平民 更为可怕了 因为饥饿的平民是不知道畏惧的 所以一个好的皇帝啊 好的统治者 他的做法就是尽量的减少贫固的人民的饥饿 为他们准备好面包 他说吃饱食物以后 人就会太平 一个民族之所以濒临绝望 常常是因为没有食物吃 而会缺乏美德 因此呢 每个国家的幸福更多的是由身体而不是由精神的康乐 所组成的 他引用古代的历史 说明那个罗马皇帝 奥古斯都 他说明政府有一种调节能力 他说当古物缺乏的时候 那个奥古斯都 罗马皇帝呢 常常以极低的价格进行分配 实际上呢 有时甚至免费的 把食物给人民 他说一个君主实行这样的方法呢 是值得赞美的 因为他这种做法的动机呢 是出于对国家的真正的爱 比特罗还说呢 同样这位人 这个奥古斯都 他用刻薄严峻的答复 平息了人们对于酒类缺乏的抱怨 英文人叫喝酒啊 所以政府为什么不给我们酒喝呢 那么奥古斯都就说 喝酒和吃粮食是不一样的 古物和酒类有巨大差别 古物 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 喝酒却有害于生活 所以呢 他对古物是很松的 对酒是控制得很严的 同样呢 比特罗克叫统治者呢 不要经常向他们收税 尤其不要去征收不必要的付税 比特罗克指出 如果一位统治者下令 让他人们的负担 某种新的付税 这种付税 如果不是为了公共的需要而去征收的 那他就要说清楚 他要让所有的人明白 他是在进行必要的努力 然后呢 他这么收税是不得已了 是那个违背他本身意愿的 简言之他应该说服大家 除非因为某种实际情况 迫使他去征税 比如打仗 他自己是很不愿意征税的 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钱 投入到一个 一部分的薪税里面 他会鼓励那个贵族啊 统治者啊 自己把钱投入到薪税里 他说这样呢 能够帮助那个贵族呢 统治者呢 有一个好民生 第三个情况 第三点 在比特纳克的那个道德政治学里面呢 他认为统治者应该和老百姓去结盟 这才能维护城邦的安全 城邦的安全和统治者的安全 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市民和统治者结盟的结果 谁不公正 谁残暴地压迫人民 他必然就要被人民驱逐下坛 他举历史上的例子 说罗马有个皇帝叫尼路 他在最危险的时候啊 得知他的士兵们已经逃离岗位了 因为人民不爱他 他的那个卫兵呢 也就散掉了 而得到人民爱戴的那个奥古斯都呢 其实他死的时候 根本旁边没有卫士 他死的时候周围有谁啊 只是他的朋友国民和妻子 位在旁边 因为他爱人民 人民也爱他 不需要保卫 所以呢 他认为政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呢 就是人民对他进行爱戴 假如一个统治者 他深受农民痛恨 那种情况下 他就不配当一个统治者 那么比特拉克的那个道德政治学呢 最后一点呢 还要求保持城市的文明和清洁 他举了几件事啊 一个不能乱猪跑出来 说现在那个猪啊 经常在这样走来走去 那么应该建立猪圈 把猪呢 管理好不能乱乱跑 另外呢 他说有的人家 那个人死了以后呢 雇一些人在当街呢 那个哭泣 他说这是没必要的 这也是老乱持续的 你要哭就自己哭 你不能雇一些人来哭 那么另外呢 对于城市的那个地下水道 他说应该来修整 对于城市边的那个有恶臭的 招着地你应该派人去整理 那么他说这些公共设施啊 街道啊城市啊 那个支出的费用呢 不能向人民征收 你应该动用的是什么呢 动用的是那个公共基金 公共基金早就应该有一笔钱 专门为清修城市的公共设施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比特拉克的那个政治学呢 虽然也是道德政治学 但是他比淡丁的道德政治学呢 要进了一步 不仅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很具体 而且呢 他是完全建立在现实世界上的 和天国没关系 完全是在现实社会上 关心民生幸福的问题上 提出道德的 这一点呢 他是比淡丁呢 要远远地前进了一大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 那个公民参政的思想 演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呢 我们称它为文艺复兴发展时期的 自由城邦论 什么叫自由城邦啊 就是内部是完全自治的 外部是能够抵抗外部入侵的 这样一种自由城邦呢 还在于它是代表民意的 还在 还在乎呢 它是公民参政的 所以这样一种自由城邦呢 换个名称 就是公民的自由共和国 那么在 比特拉克和布加球之后呢 文艺复兴就进入了发展时期 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 这一个阶段呢 就是从1375年 到1450年 也就是第二个75年 这个75年呢 就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期 它在意大利呢 给人带来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这里面也有些重要的人物 一个重要的人物叫萨鲁塔迪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布鲁尼 这些人 给人们带来的 一种新的思维 就是要建立自由城邦 从这里呢 可以看到 它比前一个初创时期呢 要来的进步 所以我们从萨鲁塔迪和布鲁尼开始 文艺复兴呢 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文化的运动 它发展成为目标清晰的 以建立自由城邦 为宗旨的一种政治运动 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式呢 玉塞罗塔迪布鲁尼等人 相继在弗洛伦萨 打扰重要官职有关 他们打扰什么官职呢 他们打扰叫做秘书厅长官 秘书厅长官呢 就等于是一个城市的 常论的一个重要官职 辅责宣传 和处理日常事务 实际上他们打扰的官职呢 就相当于市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兼宣传部长 这样一个官职 所以这样呢 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呢 来进一步地推动 那个城市的发展 那么从那个社会发展的 那个看法来看呢 我们看到文艺复兴运动呢 就出现了转型了 为什么我们说文艺复兴运动 要转型呢 就是早期的文艺复兴 似乎就是由 但丁比特拉克开启的 研究古籍的 创作诗歌的 这样一种文化运动 那么到了布鲁尼 萨罗塔蒂那个时代呢 他就转变为一个 以建立自由共和国 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那么这样一个转变呢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解释 首先呢 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个巴伦所提出的 四名人文主义这个概念 我们知道 有一个在美国任教的 德国历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巴伦 巴伦呢 发现了 那个佛罗伦沙 那个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的 性质的转变 然后呢 他去研究了 研究的结果呢 就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Civic Humanism 翻成中文呢 就是四名人文主义 按照那个巴伦的观点呢 四名人文的转变点 是一场来自于 佛罗伦沙与米兰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起于1388年 至于1402年 这场米兰和佛罗伦沙战争呢 就给佛罗伦沙 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因为佛罗伦沙人 当时以为自己 一定要失败了 结果就出使了里面的 知识精英们 思想的转变 也就是说 危机导致了战争结束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的 四名运动呢 就出现了 从研究古典学问的 人文主义 向建立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人文主义的转变 那么所谓的四名人文主义呢 它有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要建立共和制度 要求建立自由的共和国 第二个特点是爱国主义 大家为国家来奉献 公民要参政 鼓励献身 鼓励人们为了公共的利益 为公共的善而献身 这就叫做自我先胜 成全公益 那么诚实利益呢 要被看作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那么这些精神呢 在和米兰战争结束的时候呢 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基本的理论观点呢 就是危机导致了变化 在那个对外战争的基础上 佛罗伦哲的风貌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不再研究古迹了 或者研究古迹也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公民共和国 四名人们主义作为一个原则 刚举目瞻 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 还影响了社会家庭 经济 军事 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 所以四名人们主义呢 不是个理论 它在现实层面上 具有推进社会的很大的作用 那么巴伦这个概念提出来 以后呢 影响是很深刻的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 这个教授就叫巴伯克 我们前面提到的 他当时呢 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马基亚物理的关键史课》 很有名的一本著作 他比较了布鲁尼和马基亚物理思想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后来成为政治家的马基亚物理 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他的很多思想是从撒罗塔底和布鲁尼的那里继承得来的 也就是那个世民人文主义呢 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一直影响到16世纪的马基亚物理 另外一个人也很著名 他曾经当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 这个人叫波斯曼 波斯曼写了一本关于威尼斯的书 他发现世民人文主义的这些特征 不仅在佛罗伦萨有 在威尼斯也有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人呢 这是支持汉斯巴伦意见的 而作为反对意见的人 就认为一场战争改变不了什么 人心是复杂的 社会也是复杂的 一场战争怎么就能造成运动的性质的转变呢 所以他们不同于巴伦的说法 他认为用战争来解释文艺复兴运动的转变 那是不够的 那么这样一些争论呢 就使我们看到 那个在那个 布加丘和比特纳克去世以后 文艺复兴的运动呢 确实是出现了新的变化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呢 在这段时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们感觉一下呢 这个时候的公民变化呢 就是提倡建立公民共和国 这也是一种参政 但是却是更加严肃的 更加光荣的 这样一个政治目标 也就是说 人文主义者不仅要研究文化运动 他们有个政治使命 就是建立真正的公民 自己掌权的公民共和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具体谈一下吧 那么公民共和国有什么特点呢 公民共和国呢 就是要建立共和制度 建立一种爱国的 个人为集体现身的 这样一种制度 这呢就涉及到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自由城邦 那么自由城邦是什么呢 自由城邦是指一种 以城市为核心的 自治性者的城邦 它既想国家又想城市 在古希腊的历史上呢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城邦 比如说雅典 斯巴达 各林斯都是城邦 但这种城邦是自治的 是独立的 所以希腊呢是这样 在整个希腊呢 文化上是一统的 但是每个城邦又是独立的 现在意大利也是这样 意大利在文化上 也是一个意大利文化 但是各个城邦呢 也确实是独立的 那么意大利 由于政治上的不同意 所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呢 意大利的各地呢 也是分裂成为 一个一个独立的 自治的 采用不同政治模式的 城邦国家 但是从地理上来说呢 城邦国家主要是 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 尤其是在一块叫做 托斯卡奈的地区 而这块地区呢 原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德国的领地 由于德国无力控制意大利 这样就逐渐产生了 自治的 自由的意大利城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